最新在非洲南部出现的变种病毒来势重修 世界卫生组织26号开会决议 把新的变异株B.11529命名为Omicron 大约H.O.表示Omicron有大量突变 提高了感染几率 因此把它列为高关注变异株 收到比利时当局证实 境内已经发现第一期Omicron感染案例 不过病患没有去过南非等国 新变种病毒的传播范围可能比想象中更广 另外继英国之后 美国和加拿大也宣布将禁止 来自南非等非洲南部多个国家的航班入境